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星期四应该已经有跟各位简单的说明 你可以去台北市下载 你可以去桃园市下载 新北市下载 该市的人口统计资料 那你是不是要去很多个网站下载 那你不能确定每一个网站 它都是从哪一年开始 才有做这个人口统计的数据收集 所以可能你下载下来 连那个开始的年都会不一样 还有就是蓝位也都会产生不一样 所以为了比较轻松一点 我们去下载内政部 它已经整个全国已经做好统计 但是还是有一个 假设还是有差别的 如果你今天你去下载台北市的资料 你可能可以下载到很细很细的出资料 就是最原始的资料 毕竟内政部的资料都是经过人统计 所以它没有那个最原始的资料 对不对 所以当你今天你要去查证 你要去基查 你发现资料有错误 对不起 你在内政部这边 你就是没有办法找到最正确的资料 可以了解 这边这两个地方的资料还是有差别 那我们现在就先去下载 我选错了 好 请问你从这个名称上面 你可以发现 这就是全国人口数的质量吗 好了 那不管怎么样 我们第一件事情打开Chrome浏览器 然后搜寻引擎 输入县市村里零户数及人口数 其实我最早我都不是这样打 我就直接打人口数 全国人口数统计 好了 那这边它就直接导引说 中华民国内政部护证师 全国人口资料库统计地图 你到这个地方你会发现你可能是进它的源头 它在看你要下载的是人口数 然后你再按照 依照什么来去找 还是依照户数来去找 那我不是要用第一个 我是用第二个 这个叫做 护证师全球资讯网的人口统计资料 请点它 可以吗 然后等一下我还要再告诉你 这边又分四个 好 来 请你们先输入 输入 县市村里零户数及人口数 然后 好